在这个章节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页首跟页尾的设定 那么页首跟页尾呢 是文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 尤其是当我们的文件需要进行这个列印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输出的时候呢 页首跟页尾呢 往往可以放入我们可以针对这一个 这份文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不管是logo啦 或者是说页码等等的这些的设定 都需要运用到这个页首跟页尾之间的这个功能选项 那么当这个一份的文件呢 超过一页的时候呢 我们就习惯要需要将这份文件呢 去编上个页码 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来进行这个 页首跟页尾之间的一个编辑呢 我们现在先看到画面上面的这份文件 那么我们选择到这个插入的这个功能索引标签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上边第五个这个 从左边数过来第五个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看到有个页首跟页尾的这个功能区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您就可以看到有页首的功能页尾跟页码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Rick老师一一跟各位做介绍 在页首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到内建的功能区里面呢 有这么多项的这个各种不同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Rick老师选择了一个页首的这个功能选项 您也可以发现到就是任意选择一个 在画面里面内建 Word里面内建的这个页首的功能的时候呢 您就会发现上面的这个 所以你不要签呢 立刻就会切换到页首及页尾的工具 那么在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它就把它全部都列出来 那您可能会觉得很纳闷 就是我明明选择的是页首 那为什么在这个画面上面 页尾啦页码啦等等的这些的部分 它都出现了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页首跟页尾呢 它都可以同时来进行编辑 我们将这个文件往下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页尾这个部分呢 也就出现了 那么就如同刚刚Rick老师一开场的时候 跟各位讲到的 就是页首跟页尾呢 它最重要的这个区分分界点呢 就是在节的部分 因为它以一个节为一个单位 因此呢 你就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节 第一小节跟第二小节 然后呢 您可以选择是不是要跟前一页相同 那么如果说您在同一份文件里面 您想要编辑不同的这个页码 或者是说您想要编辑不同的页尾跟这个页首呢 您就必须像刚刚Rick老师在之前跟各位提到的 将这个文件呢 插入这个分节符号 那它就会变成不同的节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不同的这个设定了 好 那么Rick老师选择了这个其中的一项内建的一个设定之后呢 您就可以发现 在这个页首的部分呢 我们依然可以来做不一样的一个切换 虽然说我们已经选择了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编辑页首 那它就会跳到页首的部分来让你编辑 那如果说呢 您针对这个部分您觉得不喜欢 那当然您也可以很快速的选择移除页首 来将这个页首的部分做一个删除 那假设说呢 您在修改了这个 这个这个页首之后呢 您觉得您这一次的这个修改的部分呢 非常的符合您的使用的话呢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这个选项里面最下面的这个部分 去储存你所选取的这些部分呢 到这个这个选取到这个页首库里面去做一个储存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页首的部分 那么页尾的部分呢 我们同样点一下 那放置一个插入点之后呢 我们选择页尾 然后呢 我们往下拖拉 我们去选择一个 这个 好 我们选择这个细条纹的部分 按下滑鼠的左键 好 选择之后呢 那你就发现文件快速的就将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套用下去了 那么我们再往这个文件的下面去拉 看到第二节的部分 您就可以发现 在第二节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没有 跟这个第一节的部分的这个页首页尾的部分 有相同的部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再次的确认 就是分节之后呢 您就可以使用自己所设定的 分别设定的这个页首跟页尾的部分 那么页码的部分呢 当然当你插入了这个页尾的这个设定之后呢 它就会新增了一个页码 好 如果说它的这个基本的模式里面 拥有页码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插入页码 那么在页码的部分呢 我们当然额外还有别的选项 我们选择页码的部分来看一看 第一个呢 是在 我们可以选择那个页码呢 是在文件的上 上就是属于页首的部分呈现呢 还是页尾的部分呈现 或者是说呢 您需要调整这个页码的格式 我们点选一下 好 您就可以发现 现在呢 我们在画面下面看到的这个页码的部分 是用数字的方式 其实它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设定 例如这个甲乙丙丁啦 全形半形啦 ABCD啦 罗马文字之类的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都可以去做一个设定 那么如果说您改变了以后 例如呢 我们选择这个罗马文字 然后你就 它这边的话就可以选择说 你是不是要跟前一节 去接续 那如果不要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第一个开始 比如说我们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之后呢 我们就选到我们刚刚的那个画面 您就可以发现 在这个画面上面呢 我们的这个页码的部分呢 已经变成罗马 这个罗马字的这个大写的1了 OK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如何来编辑这个页尾的部分 那当然在 既然我们在这个设计的这个 所有表圈之内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任意的来进行 不管是时间上面的一个插入也好 例如我插入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我插入好时间以后呢 它就会跳到 基本上它就会跳到 其他的这个索引标签 也就是它就会跳出 我们原先编辑的地方 那么这时候呢 你不用担心 我们移到这个页首的地方 或页尾的地方 快速的点选滑鼠的左键两下 点选之后呢 我们又会再度的回到这个 页首页尾的这个功能区 那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您也可以除了插入时间之外呢 你也可以去选择插入这个图片啊 美工图片等等 那么其他的选项呢 例如你是不是首页要跟其他不一样呢 像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份这个封面页 那当然我们可能就会勾选首页呢 我们要不一样 因为我们可能就不太需要 所谓的页码是从封面页开始来编辑 或者是说呢 如果说您是有像书籍一样 会有这种列印这个输出的需求的话 您可能就会选择 奇数页跟偶数页会有不一样的部分 因为你可能会希望说 例如奇数页的时候 它的页码是在右边 那么偶数页的时候 它的页码换到左边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页首跟页尾的这个工具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来将我们的这个编辑区呢 来进行这个页首页尾的一个编辑 那么当您编辑的时候呢 您可以注意看到 就是您这个页首页尾的这个部分呢 它会有彩色的部分来做一个显示 那如果说你点选关闭 你就可以发现 那我们原先的页首页尾的部分 就会有一点反白的样式 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就可以快速的来 制定页首跟页尾的这个功能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